製作人 sayin Hello 大家好我是順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夏季的brow top穿搭 那因為我自己其實已經算是 穿brow top有快2年的時間 我已經很久沒有穿有鋼圈 任何季節我都是穿brot top 不會care說因為brot top其實有時候穿起來內內比較小 可是就是太舒服啦 因為我覺得女生沒有必要為了那種這麼挺 那麼好看這樣子 讓自己悶住 所以我真的覺得brot top是很好的選擇 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有這種解放你的胸 胸部那種感覺 對於brot top的材質啊 或是它的包覆度 或是它呈現的胸型 我會有一定的要求 另外也有應用搭配不同的穿搭 總共有五套 其實平常啊 我不是說我一年四季都會穿嗎 那今天就是會跟大家介紹就是 如果它外穿的時候我會怎麼穿搭 那如果你是穿裡面 因為就看不到嘛 就是隨便你 那如果你對今天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趕快往下來看吧 第一款要介紹的是 我夏季最喜歡穿的pinkobrot top 我覺得pinko設計特別好搭配任何風格 這款的照片 讓胸部有很好的一個包覆度 看起來胸型是好看的 冰涼的材質特別適合夏季 那種西洞外套有點帥帥的感覺 然後我裡面就是搭一個白色的brot top 然後是平口的 所以你會覺得我這邊的空間感 不會讓 看起來有點太過悶熱 然後它這件西外又是短袖的 所以看起來是會比較清爽的感覺 那我覺得 平口的brot top 通常搭這種開筋式的外套啊 或者是襯衫都會蠻好看的 然後我特別再搭了一個雙層式的項鍊 那它這邊比較不會顯得太過空盪 也會覺得整體感比較時髦一點點 然後是有一點電尖的西外 我再來淘寶買的 那我資訊欄也會給大家看 只是說這一件我覺得沒有到非常質感很好 那它是裡面沒有那個內裡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普通來 但是以那個價位來說是還可以的 復古丹尼 很帥性好看 大概是這個樣子 身體的顏色都很簡單 所以這個時候配了一個花俏的包包 也不會覺得too much 再來這一套就是比較 休閒潮流感一點點 那我覺得今年 就如果大家有在follow韓國的一些服飾品牌 應該就會follow到 他們最近很流行運動褲 那這種運動褲呢 其實我覺得拿在混搭 任何的單品都會蠻好看 像你可能覺得襯衫什麼的 其實拿來 兩個一起搭一起都會很不錯 那我這一套呢 就是直接把剛剛那個 這個brow top的背心 然後我們 我們把它搭在這個襯衫的裡面 然後看起來就會很隨性的感覺 然後因為細肩帶的部分又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小小的性感 那我覺得夏天這樣穿都還蠻清爽 而且整體的配色也很輕盈 然後運動褲又會覺得 很休閒帥帥的感覺 這是我近期入手的 覺得很不錯的一個褲子 然後搭配力 就是它可以看起來整體很有造型感 所以我也蠻推薦大家入手的 褲帥的它是比較短板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配這種 有點高腰的褲子啊 都不會覺得太害羞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露肚子 因為我看還蠻多身材好的人 其實是可以穿一個很短截式的 撇除保守這個部分之外 就是我覺得我肚子太大肥肥的不好看 所以呢我就還是會比較傾向像這樣子 然後只露出一點點肌膚就好 我肚子真的很大 其實現在這樣都會hold著 就我還蠻多脂肪的囤積在肚子裡的 好 再來這一套呢 就是比較 我覺得很適合去度假的風格 反正沒有辦法出過 我們自己在國內的時候 也可以有一種度假風的打扮 然後這個也是比較潮流一點點 之前就有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夏季其實還是會繼續流行動物紋 所以呢我後來又延伸擴展到暴紋的寬褲 那這件也是蠻涼爽的 然後我覺得拿來搭配這個黑色的 瓶口包套我覺得超好看 我覺得也是簡單輕鬆 因為就是一個襯衫 外搭起來而已 灰色就是白搭 看起來又可以讓整體多一些變化 另外配了一個 在布吉卡買的一個腰包 跟一個橘色的太陽眼睛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可愛的 我現在素質很欠打 這款運動風格的brow top 胸前還有防走光的設計我很喜歡 整肩穿起來很輕盈 舒服的純棉螺紋 側面包覆也很足夠 隨便我什麼姿勢都不會位移 它算是有點比較前衛一點 然後因為我現在跟大家講 因為我夏天的時候啊 其實我還蠻常穿寶藏袖 因為我很不喜歡曬黑 然後有時候擦防曬 會覺得好麻煩 所以還到 我就會有時候用物理性的防曬 穿一些寶藏袖 所以像這種有點薄透的材質 我是都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大家就是自己斟酌 因為有些人比較怕熱 那我下面就是搭剛剛那一件工作褲 然後把它變成比較縮口一點點 再搭一個黑色的高銅的鞋子 上衣呢就是比較薄透 有一點透透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裡面搭的是 比較運動風格的brow top 那這件呢就是我剛有介紹這個比較幽靈 你看 這個是比較運動感的 那我剛好這套就是搭的比較運動風格 就會跟這個幽靈的這個brow top 是會有覺得他們兩個 本來就是一組的那種感覺 就是完全不會違和 因為其實像這種比較寬版的brow top 我個人覺得它其實是比較有點受限風格的 它基本上我覺得是比較搭休閒啊 跟運動的風格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比較日常感一點點的 這個洋裝其實之前我就有穿給大家看過 大家應該蠻多都有買這種 細肩帶的背心洋裝 那我覺得這種背心式的有點運動感的brow top 就蠻適合搭配在這個裡面 細跟寬的那個層次感就可以完全呈現出來 因為如果只是細的話好像沒有那麼的明顯的那個層次感 然後它這個這邊 因為我之前就是覺得這件洋裝好低胸喔 我就反而把背面往前串 但是我搭的這款運動風格就比較 我就覺得顏色上整個都很搭 所以這款奶茶色的色搭咖啡色的單品 然後它這個又可以防曝光 我是覺得還蠻 穿起來還蠻安心的 搭個白色的拖鞋 雖然說這件洋裝已經露出過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搭還蠻好看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有沒有類似的這種 顏色的洋裝其實也是可以做一個搭配 然後我們就是斜包同個顏色 所以看起來蠻協調的 這樣子 是比它寬版的 所以會覺得 那個層次感是有跳出來的 接下來的brow top就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然後他們出的brow top真的超級舒服的 叫做三分之一 你看他們這個7月的限定包裝 超級美的 就這個其實你把它拆 就是你拿來送禮或是自己留著 然後以後可以拿來收納 我覺得都蠻方便的 會把你的 你選購的brow top 然後放在這個裡面 超級可愛的啦 等一下喔 你看你們看 超Q 因為我剛剛其實已經拆開過了 所以現在可能包裝的沒有那麼的好看 像這樣子包裝起來 這個裡面 其實還可以再裝很多東西 放刷具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還蠻適合的 就是細肩中版Pinko Brow top 大家應該都有遇過有時候穿brow top 然後它的背衣的背型 它其實會 不符合你的胸部 會有一點跑背 或是有點空空的狀況 但他們家竟然都不會 就我已經穿了幾次了 然後也有下水過 然後都沒有起球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就是整個面料算是蠻好的 就是這邊這樣子把它縫進去的 罩杯啊是做上駁下厚的 當然它不是走一個下厚厚到非常厚 所以你的內內不會說變得巨大 但是你會看起來胸型是漂亮的飽滿的 它其實不會讓你覺得看起來真的很平 你還是會有一定的胸型的感覺 也是好看的那種 而且他們的罩杯啊 這裡都是有做透氣孔 頸帶的彈力邊 1.6公分的寬度 所以其實更好包覆 hold住的感覺 可調節的肩帶 所以還蠻方便 因為每個人的身型的厚度啊 或是原身扁身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是可以再做調節 那我自己都穿M號 我覺得比較舒適 像這樣子的有點斜角的包邊設計 是會比較有善於有婦孺的女生 肩帶做得比較細 我聽老闆娘說他們之前的比較寬一點 那這次特別把它調成1公分左右的肩帶寬 是想說這樣子比較穿搭上可能會比較好看 不會那麼的運動感 我這個選了兩個顏色 它是奶茶色然後一個是黑色的 而且他們這一款啊 我穿起來就超級舒服的耶 很誇張 就是會 雖然說它比較運動感的設計 可是它這個舒服度是整個 你會覺得你整個好像服貼於你的身體 然後跟你自己是融為一體的感覺 我真的不誇張 這一款穿起來超級輕盈的 沒有勒住的感覺 罩杯非常特別 是有一點熊掌的感覺 整個一體成型的 整個是縫製在上面 然後我們剛剛平口的那個兩層的布面 超級柔軟舒服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就是有一點 就是軟墊的感覺 那這一款的話我覺得 穿起來的話 它的胸部感覺是會比較大一點點的 這邊也有就是我們的胸部下緣 也是有做一個彈力的邊 我不知道S號我穿起來會不會很累 那就是M號的部分它在這裡 不會擠肉的狀況 然後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蠻西施透氣的 那就是 這一種細肩帶的話就是會拿來搭配用 那這個的話就是會覺得 喔日常穿也好舒服喔 這款平口的跟這一款啊 布料是不太一樣的喔 你們這樣都要感覺得出來嗎 一個是比較滑的那種 你看是這種比較滑的棉布 那一個是上面會有一些螺紋感覺的 你可以看到 這一款的話 它的布料是會有更涼爽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很怕熱的話 是可以選擇這一款 好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Brow Top的穿搭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還有給我一個 7月6號到7月8號的 我今天介紹的這兩款的 Brow Top的9折折扣碼 那我是沒有分潤的 然後就是單純的分享這個優惠給你們 我可以把它列在我底下的資訊欄 那記得要去使用喔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